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在美国境内转F1和B2延期的新动态 我们知道在美国转换签证身份以及延期 像这样的都是要提交爱五三九表 这方面现在在2023年夏季 美国移民局有一些利好的情况 同时也有一些新的变化趋势 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下 首先我们知道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 现在移民局终于正式的宣布 在美国转F签证身份 包括转F1和F2 当然也有这签证身份 这些现在可以使用加速审理 Premium Processing 这样你多交一些钱 就可以在美国境内转身份 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因为此前有的时候转F1要好长时间 好多人等了 把入学时间都错过了 有的人也等不及 那怎么办呢 他就要出境去签证 出境一个是增加了风险 然后有的时候在手续上也比较麻烦 那么现在能够使用加速审理 比如说现在是6月 如果我被某一个大学录取了 我拿到了i20表 我很快就可以转成学生签证身份 不耽误在美国上学 所以就不需要出境旅行 办起来也会比较方便 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 虽然美国政府总体来说 他鼓励留学 但是留学生也有相应的一些要求 对吧 你需要是一个比较认真的学生 不是说学生签证身份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打工 所以转F1需要有一些要求 具体来说 比如说学校项目 你需要对它有一定的了解 比如说你可以提供一个计划书 讲到我准备学这个专业 准备学哪些课程 我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 我将来的计划打算是什么 还有当然你需要有足够的资金 这个是不言自明的 除此以外 毕业以后的打算 你可以提到和国籍所在国的联系 比如说你在中国 如果说还有房产 或者有其他的联系 可以提供相应的证据 那么别的 如果能够表现你对学校的了解 如果提供学校的brocher 或者catalog curriculum的网页相关的介绍 这样对于批准也会有帮助 我们律所最近帮助一些人 包括从F2 包括从B2等等 也有H4这些签证身份 顺利的转成了F1签证 有的直接批准 也有的在要求补充材料以后 取得了批准 所以总体来说 在美国境内 转成F1身份是可以的 而且以后会比现在更方便 因为可以用加速审理 但是还是要认真准备 那么关于B2延期也是一样 在过去几年疫情期间 有好多人从中国来到美国 我们知道因为B2签证 一般只能在美国待六个月 有的人要延期 延一次就再六个月 然后有的时候就再延 我们也为客户取得了 比如第二次 第三次延期的批准 但是过去好多人举的理由 就都是疫情期间旅行有风险 而且机票不好买 那么现在这些理由 就不是那么有说服力了 怎么办呢 移民局更多的要求 申请人提供解释 过去我在美国这几个月里 比如要求延期 你过去这几个月里 作为拿着旅行访问探亲的签证 你在美国做了什么呢 比如你去了哪些地方旅行 或者参加了哪些活动 那你可以提供相应的照片啊 或者是别的行程啊 等等这样的证据 有一个说明 那还要你延期 你要有个理由 对不对 你有的人说 我来了 我回不去 机票买不着 这个大概不是很有说服力 那你延期 有的人说 我为了给子女照看小孩 当然这个显然也是有问题的 你要有一个有说服力的 这个理由 讲到你为什么要办延期 尤其是你为什么要办第二次 第三次延期 还有呢 就当然也是这个在美国 你这延期期间资金来源 最后呢 就还是你和雇国的联系 会要离开美国 既然你拿的是非移民签证身份 对吧 应该是没有移民倾向的 那我和国籍所在国 有这样那样的联系 要提供书面证据 所以总体来说呢 我们看到 大家可能听说 这一段呢 比如说从中国 到美国新办这个B2签证 不原来要难 预约要等的时间也更长 这个因为人手有限 一方面也是 大家也知道 有更多所谓叫走线的 这个润的 跨越国境的 比钱要多 那这个一方面呢 也就影响到 发这个B2签证 同时也有可能会影响到 这个B2延期 个人呢 如果你想要延期 顺利批准 需要表明 不是为了要在美国打工 在移民倾向方面 在个人的计划 这个资金来源等等 这方面需要有一个清楚 明确的说明 这样呢 才会更有利于 这个延期的批准 还有一点呢 我们要讲一下 就是说 有的人说 哎呀 我错过了 打指纹的通知 或者我错过了 移民局要求补件的通知 因此造成申请被拒 我们也帮助一些 像这样的申请人 在申请被拒以后 提交了Motion to reopen I290B的申请 取得了批准 包括去年的 也包括最近的 那所以呢 如果说 因为你错过了移民局的 这样那样的通知 造成了申请被拒 不是说就完全没有希望 还可以抓紧时间 在被拒以后 一般是一个月内 提交上诉 或者提交重新开案的申请 争取取得批准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 2023年谈 在美国境内 办F1 转F1和B2延期的一些动态 有更多的疑问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关系 3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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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感谢观看